我是万万都没有想到,把面粉放在蒸锅里面蒸一蒸,出锅的瞬间就变成了一道快要失传的经典美食。 90%的人估计都没有见过,更没有吃过。 一次可以多做点,吃上半年都没有问题。 你可以点赞收藏一下,以免想吃,不会做的时候找不到我。 准备一盘面粉,大概500克,将它放入蒸锅中,水开计时蒸25分钟。 接着准备68粒花生米,放入无水无油的锅中。 开小火慢慢翻炒,把花生米里面的水分炒干。 炒的时候千万不要偷懒,一定要不停地翻炒,以免炒糊。 大概炒5分钟左右,炒熟就可以了,将它盛出来装入盘中晾凉。 接着再次往锅里面倒入188粒黑芝麻。 开小火不停地翻炒,把黑芝麻炒熟炒香。 炒好之后盛出来,装入碗中备用。 5分钟之后,花生米已经晾凉了,用手轻轻地搓去花生皮的外衣。 其实,花生皮也是可以吃的,但是放在里面影响口感。 去皮之后,用漏勺过滤掉花生皮的外衣。 倒入小碗中。 拿出家里祖传的擀面杖,把花生米捣碎。 25分钟之后,面粉也蒸熟了,将它取出来。 用我不怕烫的小手,快速地将面粉给它抓散。 因为蒸熟的面粉会结块,所以我们需要给它抓散。 然后再过滤一下,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细腻。 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。 油不要加得太多,不然吃起来很腻。 再加入88粒食盐,少许的五香粉调味,开小火把调料炒香。 然后放入蒸熟的面粉。 不停地翻炒,直到把面粉炒香。 亲爱的家人们,主页已经分享了一千多道家常美食教程了。 前几个视频真的是太惨了。 这个视频就麻烦你,动动发财的小手,免费点一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吧。 万分感谢。 把面粉炒到像视频中这样微微发黄。 闻着有面香味,这时候把刚才准备好的食材。 放进来。 继续翻炒一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 将它盛出来装入碗中。 放两勺就可以了,加入一大勺的白糖。 倒入101度滚烫的开水。 搅拌成浓稠的状态就可以开吃了。 这样一顿非常营养又美味的早餐就做好了。 喝起来的口感纯香细腻。 里面加了花生和芝麻,吃着也非常的香。 一次也可以多做一点, 吃不完放凉之后,把它倒在一个密封保鲜罐里面放冰箱保存。 吃上半年都没有问题。 早上上班来不及的时候,挖两勺兑开水一冲, 营养早餐就做好了。 如果想吃不愿意做, 你家谁做饭,你就发给他, 让他做给你吃。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转发,收藏留言哦。 感谢你的观看,下期再见。